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 香港反送中運動所引發的芒果乾效應 是決定這場選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選在中共國慶隔一天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大談台港關係 不忘酸民進黨 不過不同於其他政黨 只把這個香港議題當作一個選舉的政治操作 酸溜溜 整場論壇 柯文哲雖沒觸及敏感的兩岸 但被問到難道不怕談及國安法挑釁中共 你有你的紅線我有我的紅線 話是這樣說 但已經舉辦十年的雙城論壇 過去都在七八月 今年輪到上海主辦 到現在十月份了還沒譜 兩邊的關係 惡意螺旋 關係越來越差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你說辦跟不辦都是會被扣分 那哪一個扣比較多分 那看情勢 現在情勢是什麼呀 現在情勢你覺得 正確的講法是辦不會加分 不辦會扣分 坦言也怕被抹紅 據瞭解柯文哲已經請副市長和府內大陸小組積極討論 畢竟任期倒數也不好突然斷了 但確實要在今年時間很緊迫 偏偏自家人卻來扯後腿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說 自主要關心他房租交了沒有 要說到兩岸關係 柯文哲還真是進退為固 TVBS烏魁燕離綜衡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鼻子